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政府 終於連環出招 制裁香港 在今日的較早時份 美國國務院和商務部 分別發表了聲明 將會針對香港 實施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我們首先看看 國務卿蓬佩奧怎麼說 他說 中國共產黨決定剝奪香港的自由 迫使美國政府要重新評估對香港的政策 隨著北京推進港區國安法 美國將會採取步驟 以限制對香港輸出國防設備 和軍民兩用的技術 美國是被迫採取行動 去保障國家安全 因為他們 不能再分辨這些受管制的物品 到底是出口到香港 或是出口到中國大陸 他們不能容許這些物品落入解放軍手上 因為解放軍的首要任務 是不惜一切維護中共的專政 美國並不樂意採取這些行動 這是北京當局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所導致的結果 美國的行動 只是針對政權 而不是中國人民 由於中國政府 現在對香港實施了一國一制 故此美國是必須要這樣做的 我們現在再看看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那篇聲明 他就說 美國商務部已經撤銷了香港的特殊地位 也會暫停對香港執行優惠待遇的政策 包括取消出口許可豁免 並且正在就著進一步 消除香港的差別待遇進行評估 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令到美國技術被轉移到解放軍 或者大陸國安部的風險增加 同時也損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美國是拒絕承受相關風險 他就敦促中國政府 要兌現對香港人和世界的承� 這次美國其實就出到第二張牌 第一張牌就是針對 損害香港高度自治的官員實施制裁 第二張牌就是高科技方面 現在這個影響真是可大可小 因為 到目前為止 都未有一張清單出來 究竟會限制哪些技術 或者是哪些商品輸出到香港 如果最後那張禁運清單 好像通信那麼厚 包羅萬有的話 香港就認真濕製 剛才商務部長羅斯那篇聲明 他就說到其實留了一條尾巴 現在這一步只不過是 到目前為止的措施 還會有進一步的措施 不排除可能會出第三張牌 就是金融牌 之前很多人還大安指意 美國不會做到這一步 美國也要鏡住在香港的利益 香港對於美國來說 是有貿易順差之如此類 說這番說話的同一班人 早一兩年前也判斷 美國政府不會限制軍民兩用的技術 輸出到香港 現在美國走到今時今日這一步 就證明得到這班傢伙的判斷 完全就是錯了 所以真的不能夠排除 美國到最後 是會使出金融戰這張牌 說回今天的情況 其實主要就是限制兩樣東西輸出到香港 第一就是軍民兩用的技術 第二就是所謂的國防設備 先說軍民兩用技術 其實那條界線 就真的非常模糊 因為到底哪些技術或者商品 將會納入這個 受限制的軍民兩用技術清單當中 決定權 完全就是掌握在美國政府的手上 如果他決定是鬆一點 很多東西都不會放進去 那就繼續有得用 繼續可以進口 如果是嚴謹一點 那把尺 那真的是大劑 他可以把很多東西都放進去 因為事實上 很多現在在街上買得到的商品 都可以被視為軍民兩用 比如說那些高科技的產品 就算 就算家用那隻路由器 昨天也有很多人說 就是那隻所謂Router 發放WiFi訊號出來的那部機 因為裏面都牽涉到一些軍民兩用的技術 比如說最新那隻 5G無線電波頻段的WiFi 它本身就是軍用的 現在就普及了去民用 一旦它收到那個網 緊起上來的時候 可以沒得用 又例如 電腦裏面那顆的中央處理器CPU 都可以被視為是軍民兩用的商品 又或者 航空公司裏面 下他們那些的飛機零部件 科研機構或者高等院校 他們用來做實驗的儀器 又或者是 醫院裏面的醫療設備 諸如此類 根本上 涵蓋範圍是可以很闊很大的 視乎美國會放些甚麼進去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藍絲就說 你就不要輸出來香港 你就留在美國自己用 歐臭 不是這樣說 因為如果純粹全部東西都靠中國製造的話 在低階的科技方面 當然中國就發展得很厲害 因為他就以量來取勝 他因為生產成本就低過美國 但是對於高科技的產品來說 究竟追得上尾 大家心照吧 故此在高科技方面 是不能完全擺脫到美國的影響 比如說大學科研 我們周時看新聞也看到 某某大學他們有些甚麼科研成果出來了 有很多都是非常創新 以及有雙用價值 好了 一旦美國現在說 將某一些做實驗的儀器 放進軍民兩用清單當中 禁止輸出來香港 當然 那些科研機構 或者是高等院校 他們就不能再買一些新的設備 他們用來用去都是 現在這一刻他們所擁有的設備 所以在科研發展方面 怎麼會有進一步的成果 用來用去都是現在的 大家看看有些例子就知道 被制裁的國家 比如說伊朗和朝鮮 如果是完全擺脫到美國的科技 神祖這兩個國家就發呆了 你想想當地的人 連用iPhone都要去買黑市 完全不能有高科技的產品 技術進口到伊朗 那你說死不死 當然你說香港會不會走到這一步 真是不知道 現在這一刻很難判斷 不能夠所有東西都排除 因為就算在三個月之前 都沒有人會知道 大陸會失驚無神整條國安法出來 將2047的一國兩制的大結局 提前了27年來上演 譚慧珠還說這叫二次回歸 即是第一次是留的 現在這次是堅 那你就死不死 所以 不能夠完全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好了我們又說回數據 由於香港過去的23年 是擁有特殊的地位 故此 香港一直獲得美國軍民兩用科技出口管制的豁免 在2018年的時候 輸出往香港的 軍民兩用科技產品的總值 達到33億7千萬港幣 大部分是涉及什麼 加密技術 軟件 以及科技等等 現在你就不能夠再買了 33億就不要小看它 因為買了這些技術之後 就可以大批次地生產一些商品 好了 現在對於大陸有什麼影響呢 當然 本身大陸可能都不能夠直接購買這些東西 他可以在香港開一家公司 然後 將這一家公司 當成是一隻白手套 從美國進口這些 技術 或者是產品 諸如此類 好了 現在連這一步 這個後腦都斷了 好了 至於特區政府 對於美國現在採取的這兩項制裁措施 究竟有什麼回應呢 在我錄節目這一刻早上的8點多 就未曾見得到 不知道是未睡醒 或是那個戰狼 未曾召喚到標童上身 未曾說得到惹字 不知道會說是一張廢紙 奸使不是一張廢紙 如果在那個清單上 從哪一件商品都沒有 就是一張白紙 如果擠了一些敏感技術 越擠越多 到其時這張不是一張廢紙 是影響民生 好了 再講關於國防設備的問題 到底這個影響有多少呢 實在是有限的 因為 美國國務院在2019年的時候 批出對香港的國防物品輸出總值 只有1800多萬港元 而實際付運的貨品總值 只有1090萬港元 包括了什麼 就是給執法部門使用的 武器彈藥 現在就不能再輸入了 那就不要緊 彈藥而已 中國製造的大把 我找資料的時候 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葉劉寫的 他就說 香港要維持 戰略性商品的輸入優勢 戰略性商品 就是軍民兩用的 高科技產品 例如是警察用的 紅外線夜視鏡 高效能聲變 超級電腦等等 這些都有嚴謹的管制 這篇文章 就是他在2019年1月的時候寫的 故事他又不要說 這些所謂的制裁 根本上沒有了道 不是沒有了道 如果沒有放你口中所說的商品 放入受限制的清單當中 就沒有了道 如果放進去 你都不能夠強硬說 它是一張廢紙 至少你就不能用美國製造的相關產品 除非你只是在黑市買的 你只是政府來的 你不會買黑市商品的 是不是 當然 你說不買美國製造的 你就買中國製造的 那你就買了 是不是 中國製造什麼都有 現在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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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